同學 我們現在剛剛我們就是討論一下 就是五位同學 我們先講第一位同學一針 他跟我們的感覺就是他很甜美然後很優雅 然後他的口號就是服務一直很認真 這是我們這一組對他的印象 同學他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他不怕學 然後感覺他很有親切 然後看人都很微笑 看人都是微笑這樣子看人 然後就是感覺很有親切 然後他的談話程序又很順暢 然後下一位是我們胡錦大哥 他是船長退休的 但是他有一個精神就是活到老學到老 讓我們也是一個學習的榜樣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樂希呢 他雖然有點緊張喔 但是他的眼神就是久久又深 然後他的聲音又很洪亮 然後他真的是有當老闆的氣勢這樣子 他在說話都不疾不徐啊 然後個性又很阿沙利 還覺得重點又請大家吃 母肉這樣 這不是說吃人手軟 然後這是說老是話這樣 然後又慷慨大方這樣 然後就是帶人又熱情 所以我們推薦他為這一組的任緣這樣子 好謝謝 這一組分開出來 我覺得其實我們剛剛是認為 我們覺得對方五位都非常的好 原本都想要頒給每一個同學這樣子 那大家每一個人都有心裡的投票 然後想選出最好的一個 那我們對立根來講的話 他其實他有講到他小時候 因為家庭的因素 會導致他很害羞 可是也因為小孩子他站出來了 然後也跟先生一起做學習這樣子 所以讓我們也非常的印象深刻 然後再來就是英文同學 英文同學年紀雖然是最小的 可是問題是他落落大方 講話很甜美 所以讓我們對他的印象也是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就是依晨 依晨他有上來當主席 那雖然他都是會害怕 然後就是用笑來做演示 那我們對他 福井大哥對他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佩玲 他有當過領事長的代表 就是他表現的 就是他現在所缺乏的那個區塊就是有氣 然後如何正在台上落落大方的去表達他所想表達的 那我對他的印象就是他全程都是用台語在講話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那再來就是明小大哥 他是本身在銀行界 那他也跟我們講了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給我們一個福利就是如果要有放寬的問題就可以找他 然後再來他的口才還有他的條理還有他的講話方式非常的落落大方 我們聽了也就覺得很舒服這樣子 經過我們五位團員的那個選擇之後 所以這一票我們就是全部就投給明小大哥 謝謝 謝謝 在今天呢我主持了一整天下來之後 我非常的感謝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以前上台的時候我覺得就像耀輝所感受到的 我們腳頂開始發涼 然後開始不知不覺的函力就串傷了頭頂了 但是今天也感謝大家就是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站在台上我覺得站久了之後 比較像能做到老師講的我們可以做到那個硬點環式這個動作 然後也開始趕跟同學做一些目光的交流 然後或者是微笑啊表情上的互動 真的是非常的感謝老師 然後給我這個機會 那最後呢就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 從台北宏到高雄又從高雄又宏到台北的李厚昌老師 很快齁時間真的很快一天的課程就結束了 那今天的課程結束其實就是大家發現大家其實過多少導向都會有進步一些 可是這個選擇台下是要時間很累 非常謝謝大家 我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按揭一下 我愛情 我吃吃鈴 我沒有什麼 って 我